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做樞紐分析 其實第一個的話我們可以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功能在這邊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它會先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的其中一個儲存格就可以了 那這個範圍如果沒錯的話按確定 第二的話如果我知道哪一區治安最差的話 把區放在列 再把區拉到值 其實如果我剛講過啦 如果非數字它會算幾個 自動幫你列出來 最後游標放在B4的儲存格 然後找到資料裡面的力道A 就是由大到小幫我排序一下 OK這樣的話我很快就可以得到什麼 治安最差的到治安最好的 OK看起來的話似乎 這個區裡面那個中山沒有意外 然後比較好的像大同南港 文山 這文教區 松山 信義 OK 就一直類推啦 至少可以知道說一個 大概的訊息 如果你看數字 看起來 當然沒有看圖來的 清楚 所以你可以最後再配合什麼 配合在 樞紐分析表會對應樞紐分析圖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然後看要哪一種圖來分析 用什麼 用直條圖或許是比較 簡單的按確定就可以了 馬上可以幫你做分析 那你可以把這個圖放在旁邊 那標題稍微改一下 這個我想自己再改一下 這個應該什麼 各區的那個 切到按鍵的 這個數量 的一個 分析圖 OK 等等 其他我想這些 做圖部分的話自己可以再 稍微把它弄漂亮一點點 這個細節部分請各位自行在操作 再來的話如果說把它分析什麼 分析時段哪個時段失竊率 最高的話 那一樣我可以插入 樞紐分析表又可以再統計一下 那一樣呢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 什麼這邊可以關掉 把 發生的那個 時段 拖拉到列 然後呢 再拖拉一次 OK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那當然呢這個地方就出現說 總Total 一樣把它按什麼 資料裡面的Z到A 馬上就排出來了 不過其實大部分哪個時間的 其實如果你只是想要反映那個 比例 比例的話就百分之多少 有沒有 因為你看數字 你沒辦法看到 百分之多少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百分之多少 哪個 這個10點 到12點失竊的 比例是多少的話 比例喔 OK 那我們可以怎麼 可以把這個 池有沒有 這邊改成 池的 池 池的地方 這邊有個箭頭 改成 值的欄位設定 然後他 項目是預設的 旁邊有個值的顯示方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叫做 不是百分比喔 百分比全部都變百分比 應該是 總和的百分比 有沒有一個 總和百分比 他名稱又改了 計算加總 是不是 計算 他名稱有時候 又改 之前叫 總和百分比 現在 跟這樣 總計百分比在這裡 OK 放的位置 記得喔 你不要選百分比 百分比結果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變成這樣 100 有沒有 他會以這個當標準 其他越來越少 那我們如果是希望說 他全部 Total的 這個數量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 總計百分比 總計之後再百分比 OK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 就會比較清楚 總Total的話是 如果 算100% 那 發生的比例 這個是 有10% 就是 早上10點到12點 就是一層的機會 另外一層的機會是 再往 後面一點的時間 那最後當然你也可以再把它 畫一個什麼 畫個圖好了 這個圖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個 分析圖 這個 因為要 以比例有沒有 佔比多少的話 比較好的 其實是用什麼 用那個圓形圖 圓形圖的話有沒有 他就可以把比例 這個餅多大 大家分一分 看誰比較多 有沒有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就可以很快的 有一個圓餅圖出來了 誰比較多 如果看不出來的話 最好你可以在這上面 可以再增加一個 這個 他的 百分比 那你可以在那個上面 那個應該是 在新增 在設計裡面有個叫 新增的 什麼 圖表 項目裡面 增加什麼 增加他的所謂的 資料標籤 放在哪裡呢 放在終點外側 有沒有 這樣子按確定 有沒有 這樣外面就有個數字 不然你用圓餅圖看 沒辦法看出大概 有沒有 誰多誰少 因為沒有數字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什麼 百分比放上去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設計裡面的 這個 資料標籤 中點外側 有沒有這邊的話就顯示他的百分比多少 最多的話在這裡 OK 那就是這個時間 而且他也是按照順序 所以其實如果老闆看到他就 哇好清楚喔 對不對 他覺得 你做的真的是 我想要的東西 如果你給他旁邊那個 數字 他會覺得說 而且如果你還不是給他百分比 你給他 很多的數字 看了一定頭和腦上 一定心情很不好吧 一定很想罵人 對齁 所以 看不一樣的東西 心情就不一樣了 好清楚喔 對不對 所以 以後如果你要 做一些簡報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把這東西放上去 然後這邊資料標籤 習慣放中點外側 那你可以放內側 內側就這樣子 習慣是放外側 OK 你就可以把這個圖放 PVT上 可以啦 都沒關係 OK 這是最簡單的 當然你也可以用POWER BI 不過我覺得殺機不用牛刀啦 你只是要秀一些簡單的東西 你幹嘛 拿一個很複雜的工具 只是為難你自己而已啦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工具已經相當相當好用了 當然你想說老師我要變立體 可不可以啊 變更 圖表類型 這邊也可以啦 把它變立體的 立體還可以轉 還可以放子母圖 這邊一堆啦 還可以變這樣的 這麼多圖 而且這功能其實立體的 有沒有 這樣有點 甚至可以調角度啦 這個細節你們就自己玩玩看好了 上面其實還可以再變更啦 變更它的類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統計出 什麼時間佔比多少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理論上通常會交叉分析 比如說我希望又有區 又有時間 又有 那個它的 數量 然後又有它的比例的話 最後你應該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 什麼兩者結合在一起呢 最後的話你可以做一個 複合型的 什麼叫複合型的 一樣插入 數量分析表 前面動作都一樣 你把區拉到列 因為我想以區為主 然後呢 以發生的時段 為輔 就是放在藍 並且把它的數量 一樣把區 拖拉到直 OK 數量就出來了 那如果說我也是用兩者 可以 把它變結合在一起 有一點 也是做一個 圖表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是 如果用直條圖 你會發現做出來就長這樣 頭好暈喔 這麼多對不對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可以用旁邊這個 叫堆疊直條圖 你會發現它會把什麼 把它 其實堆疊直條圖有點像是 把直條圖結合 這個 圓 這個圓 圓圓圖 好 那你會發現有的高有的低 這個是顯示它的高低之外 如果你希望顯示的是比例的話 你可以用隔壁這個 這個 叫做百分比 有沒有 就是它又可以 是直條圖 但是呢 它又可以產生百分比的這個效果 所以如果習慣上用這個吧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我把它放在下面這邊好了 把它再拉一下 OK 有沒有 它就可以呈現出什麼 哪一個區 在哪一個時段 所佔的那個 比例 比如說發生切案的比例什麼時間 有沒有 它又有一個 就是數量的概念 然後它又有一個比例的概念 OK 這個是呈現它的那個時間 發生時段 的比例部分 那 這個我想請各位也可以在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 所以剛剛講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 它除了 主要是 那個哪一區的治安高低之外 它又可以顯示他們 各個時段 的一個比例 有沒有 所以啊 這個 如果兩個要交叉分析的話 其實 不妨 你可以應用什麼 我剛剛講的 除了直條圖之外 也可以用堆疊直條圖 或者是百分比的堆疊直條圖 有沒有 就可以結合兩者之間的優點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試試看吧 我剛剛主要是做了幾個圖 包含就是哪一區 自然 剛剛有做路 你可以 可以挑十條路 治安最差的 然後做了一個 百分比 這個比較可能會找不到 是這邊 它在什麼 值的欄位設定裡面 這邊要總計百分比 最後呢 再畫一個 所謂的那個 圓 這個所謂的那個 圓形圖 用 我這邊用圓形圖來做 OK 然後在 交叉分析 一個放在 列一個放在欄 然後 一樣以區計數 來 這裡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 把畫面的 再 還給各位 一下 切還給 各位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 就是 做 這個 開放資料練習 然後我們是取了一個 住宅切斷案件 當為例子 所以回去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其實在台北政府上面呢 也有 汽車 機車 自行車 搶奪案件 一堆的 跟治安有關的 那如果台北市以外 你想要對新北市 的治安了解的話 也許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一樣的方法 其實照做一遍 反正就是有點像固定的SOP 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很快得到你要的一個 結果 可以當成是 假設你是 這個什麼呢 警政的 這個 局長的話 你要當一個決策 參考的話 那你才有 有憑有據 不是說 我覺得哪邊治安可能不好 我覺得 其實現在的人不喜歡聽的 我覺得 你可以拿出數據出來 你應該是 你看到數據之後 之後再講話 你會發現 你講話是 比較有力量的 所以現在的人 真的喜歡看數字 你說 我這個數字是 官方的 是公正的 你再來 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再來講一些東西 我覺得 大家會覺得 真的講到重點 不是說感覺 有時候開會 開會有時候 你根本沒有東西 你就在那邊講一些半天 你真的好沒 我這個時候很想說 浪費我們大家的時間 我們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 你會拿出 這是 這是對的東西 對的資料 然後呢 讓我們看到 對的結果 你不要拿出 一大堆數字 然後看半天 頭都很痛 對 你會發現這種人蠻多的 OK 這種人應該 不一定 那所以盡量你可以 用對工具 用對方法 我覺得你會讓人家覺得 哇 眼睛為之一亮 光目相看 真的 OK 最重要你要有 BigData 所以你身邊所有東西 你就開始收集你的 BigData 也許可以把它塞到Excel 塞到你的資料庫 反正呢 以後你要撈什麼 你就撈什麼出來 馬上可以秀出 最好就是秀出 報表 然後視覺化結果 你真的 人家都會相信 至少 因為你有佐證 有憑有據的 而不是亂說的 像我們有時候說話 我們一定要先想想看 我們有憑有據 OK 你再說 你就會很有力量 而不是說你都亂講了 到底講的 對還是不對 大家以後你講的話 人家都不相信 OK 所以 用對方法也很重要 用對工具也很重要 我今天講的基本上還沒有講到很難的工具 都是基本工具 這個應該是還蠻 唾手可得的 你到處找都有Excel 也都是長一樣的 只是說你可能要熟悉 會比較難的是VBA VBA部分的話 我有把程式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回去的話 可以 假設你對VBA不熟 我建議真的是 最基本的限度 真的你在職場上 至少要會寫那麼一點VBA吧 你工作就解決掉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今天的 部分試著做出來 然後並且 做其他 列席 然後呢 記得 最後存檔的時候 記得 要把它存成什麼 記得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你不要直接就把它存成活業部 因為如果你沒有存成啟用 啟動聚集的活業部的話 跟各位講你剛剛的VBA就全部消失了 OK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另外的話請各位 再去找找 就是其他的範例 然後呢 做延伸的練習 將來 我們會 請各位繳交作業 OK 回去再找 另外的練習 OK 今天就 先到這邊